特地不舒服 我看到康虚皇帝了 康虚皇帝好像挂在一个会堂的伤口 上面看到康虚皇帝 下面看到那个鞋 下面看到鞋 在那边 叶子叶子在说话呢 发言呢 康虚皇帝想 这个讲的不是他亲手的 我说的康虚皇帝 基本上代表这个朝代 整个清朝 他想的当时我把一个小小的 一个不毛之计 认为是一个不毛之计 就是盖上出去 盖上出去以后 这样就可以 盖上出去以后 就可以换到北方的安宁了 换到北方的安宁了 哪知道 到了人家手上 那个不毛之计 变成了高楼大厂 他已经看过了 干涂跳厂 他正在高兴的时刻 一看 已经要回来了 已经要回来了 要回来了一个 突然发现那个 测试马龙的那个 就要学的流动性 流动性 突然那个 内在的流动性没了 内在的流动性没了 就是缺乏生计了 内在的流动性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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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明后半段就走出了 前半段他借出去 最后人家借得非常好 这是正确的 但是最后这两年又把他收回来了 这几年收回来了 收回的一个流动性越来越长 就像血液流动 越来越长 几乎到了贫血的程度了 到了贫血的程度 既贫血又手压又低 十七层层 快不行了 看起来觉得这是下面那个人的错 那个是血的错 摆下来 正正正正正就打他八仗了 现在打他八仗了 打他 下来打他八仗了 下来打他八仗了 打得好像没气的感觉 没气的感觉 再打他八仗 好 知道了 再去 再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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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